好 歡迎回到我們的這個現場 剛才講說 寶弟怎麼會撐得住 他才13歲 包含這次的劉子謙 我覺得他是因為EQ夠高 否則 沒有 還有一點是因為他看不懂中文 所以他的所有的訊息 只能夠真真他媽媽用念的給他聽 真的嗎 他不懂中文嗎 他看不懂中文 所以今天報紙講說 他的所有的回應都是靠他媽媽念給他聽 那媽媽念給他聽的時候一定會篩選過 太不OK的他就會避過 所以其實是媽媽哭了 那應該很快就念完了吧 但是我不覺得 因為畢竟劉子謙跟寶弟的情況不一樣 劉子謙前面有一張專輯 我剛剛想補充是說 那個玫瑰啊 剛剛我們看到MV 那是劉子謙自己的作品 這次唱的是劉家昌的作品 分清楚不一樣 再來他第一次出專輯的時候 朱妍平導演的評價是說 他聽到了劉子謙的歌聲 驚為天人 非常的了不起 所以就讓他唱了這個玫瑰這個歌曲 那大家剛剛看到那個曲子完全沒有印象 但是那一次他出來的時候 你認為他沒有背嗎 他一樣背嗎 大家會覺得說 爸爸是音樂大師 但你的才華就這樣子嗎 那這麼多人在台教還是沒做起來 包括他到香港 因為他們在香港也發行 在香港也有些知名度 但他前一陣子去年就是酒駕那個事情 那很多香港媒體其實不看好劉子 前是覺得說就是一個過度被保護的孩子 那這個孩子顯然對於外面的抗壓性是比較低的 甚至那一次的操作 包括什麼減肥啦 然後爸爸這個不看好他出片覺得噁心啦 那所有的梗他其實都用上 甚至吳敦啦 還出動他旗下一個藝人 一個嫩模 跟劉子謙等於像配對 炒作這個緋文 這國華老師應該知道 因為有時候歌手出片 就等一些花花草草的東西出來 這個玉琳哥會比較精進 這個東西是必做的啦 未來像郭老師也跟那個彭家衛草了很多 那個不是 喔 吵冷飯 你就是要一槍打過去就是 我意思說能夠做的東西他都做了 那你認為他沒有壓力他有 他其實是有的 所以這一張很多人會覺得說 很好出來的時候 劉家商不要站在那個旁邊 讓他自己去面對 然後很多人的聲音的時候 我剛剛就覺得這個操作是對的 是因為罵聲不斷 罵到一個最高點一個爆點 一塊爆炸的時候 他站出來然後完全傻傻的 因為他其實知道的東西不多 他傻傻的還有他螢幕上感覺上是 憨憨的 宅宅的還有乖乖的 對 另外一個方面也 就是說大家都有一個迷思 就是最好的商品都在廣告裡面 我偏偏拍一個MV讓你罵 讓你覺得他很遜 他沒有劇情很呆 可是在這麼多MV爆炸的時代 他就是一個異軍突取 藝人就是要同中求異 我不一樣我就能夠出現 其實不一樣的操作手 而且我認為這首歌大家都說不好聽 我真的不覺得他哪裡不好聽 因為那個唱腔覺得可以唱更好 可是大家都聽過他剛剛那首歌 就知道他是會唱歌的人 這首歌我認為是絕對是刻意 在Master的時候刻意做出來的一種音樂 可是換另外一種角度來講的話 因為這首歌我的字典裡面沒有放棄 我覺得他最大的好處就是任何人唱首歌 都會比原唱好 你懂嗎 所以就給大家很多的鼓勵 跟自信 你懂嗎 因為他滿腰 你如果不能飛玉星的唱槍來唱 沒有放棄 這比較好聽起來 不行耶 什麼叫鴨子音啊 就是他故意要扁 你不會這樣唱歌嗎 就好像有點卡通配音啦 故意要弄那種聲音 而且還有人配那個高大哥的表情 然後配這首歌 對對對 其實我是一回到台灣 就被人家帶到我家去 是媒體 媒體說高凌鋒 你為什麼要做這樣的一個哭手 你為什麼要哭手他 我說我沒有哭手他 他說你在沒有 我馬上拿給你看 背景全部是我 還有我家裡 我也在唱 然後聲音也是我的 我整個人就在那裡 在昏迷狀態的時候 我才發現 哇今天有人學我的聲音 學那麼像 可是又不是 那就是劉子謙的聲音 你知道嗎 他的聲音就是那種扁扁的 跟我真的很像 然後呢 我兒子呢 兩個人 我們兩個看他笑來笑去 養成長笑 我說怎麼會這樣呢 然後我心裡真的在默想 大師啊 大師 真的不愧為大師 我跟你講那個大師 你在他底下唱歌這種聲音 他根本掉頭就走了 你要知道這個聲音 那為什麼可以呢 是他批准的嘛 他批准你要這樣唱 我告訴你 你們全部的人跟我默拜 我不會騙你 你們不相信 而且我跟你講 這歌唱完以後 你們現在 我們現在唱唱 你們自己試試看 你今天一天 坐車也好 吃飯也好 這首歌會在你腦筋裡面 懸回至少十次 你們現在試試看 為什麼 他就是一種 他的旋律 劉家昌對於旋律的那種了解度 是沒有人懂的 你們大家都可以罵他 但是你們每一個大集合 結束的時候都 說梅花梅花滿天下 全部要歌頌他一遍 如果你們覺得 那個旋律真的很朗朗上 你們覺得唱梅花的不對嘛 梅花什麼國花 現在是國什麼國 到底哪一國 講不清楚 中華民國 就中華民國 你說不是中華民國 中華民族 中華 他們改來改就跑不掉 我告訴你 你懂不懂 他把你們全部兩千三百萬人 你在任何時候都要唱他的歌 他已經鎖定你 為什麼 因為他對旋律的那種概念 是超越了一般人 特別是國華 國華一定知道 他要寫歌 你知道他最早的時候 有一個人 叫做尤雅 尤雅到現在誰能忘掉他 時光已去又不回 往事只能回味 要誰紅誰就紅 我跟你講他其實 他既然能夠讓那麼多藝人紅 他讓尤雅紅過還讓誰紅過 誰 如果我除非我記錯 我成為他許下諾 劉文正 劉文正的第一張唱片就是諾言 就是他寫的就紅了 諾言是劉家昂寫的 我現在是不知道的 三月哩哩小雨 嘻哩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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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俠歌不停 是不是他寫的 如果也是他寫的 那太可怕 他有告訴你 瓊瑤在看 又見一年幽夢 我有一年幽夢 這也是他寫的 不至於誰能夠 他寫的 那個誰啊 黃茵茵啊 眼看著就快要不見的時候 我是一片雲天空 這是黃茵茵唱的 這是鳳飛飛 黃茵茵唱一首什麼 黃茵茵 雲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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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歌 我 對不起 全部給我紅起來 全部消聲利 全部給我紅起來 哪一個能夠不紅 沒有一個不紅 然後張葵也是 張葵也唱了他一首歌 講出來大家都忘了是張葵 張葵 小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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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的啊 你知道他這首歌 只要是藝人啊 只要是演藝人員 到最後站在台上 想表達演藝的一聲 掌聲在歡呼之中 響起 對 就是劉家昌 你知道他真的是要誰紅就紅 那他要他兒子紅紅不了 那你們真的是太低估他 他要他兒子紅 他真的只要他兒子 稍微你看看老爸 你只要看我一眼 他兒子有的時候心裡想 你又怎樣你過去了 對不起我就讓你知道 你就是靠爸 靠爸 就是標準的一定要靠爸 真的老爸一出手 玉琳他要讓誰紅過 他剛剛講到張葵 他也讓那個張帝紅過 為什麼呢 有一首歌大家都忘了是他寫的 但我們去討論說 國家比較重要還是家庭比較重要 他就會告訴你 沒有過哪裡會有家 他之前不用傳電話 他寫的啊 還有 黃埔軍魂 看那那那青年 也是黃埔軍魂也是他寫的 所以他以前是愛國歌曲之王 還有包含那個 每年那個僑胞來台灣的時候 有沒有 國慶晚會都會唱的 四海都有中國人 也是他寫的 都是我們那個年代 嘿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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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隻劍 我們一隻劍 好可怕喔 嘿呦 他主宰我們那個年代的所有的歌 還有那個街燈下 你看你看四海 都有中國人 很厲害 謝謝 高娃哥你也很厲害 真的 高娃哥 不是 四海同心那個